还记得红遍全台的节目,生活智慧王,吗? 当年曹兰和王月搭档主持,经常到民众家里进行家政改造,开头的那句曹兰王月到你家几乎成为了大家朗朗上口的台词。 如今王月依旧在演艺圈努力闯荡,至于说话犀利的曹兰,则是渐渐消失在了荧光幕前,到底她去哪里了呢? 根据Addo.day新闻云报道,曹兰刚出道时,曾经以团体槟榔姐妹花走进大众室。 也,后来在主持方面展现超强天赋,甚至被誉为张小燕接班人,却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,选择退出演艺圈,不顾公司反对,也要远赴日本,议员自己的求学梦想。 回到台湾后,她则是当 起了日语补习班老师,面对过去的辉煌与繁华,她还是认为,能发挥自己的理想比较重要。 今年迈入52岁的她,其实有个交往了20多年的日本男友片纲,对方因为从事演艺工。 塑,也跑到了台湾定居,曹兰曾说过,因为资料太麻烦,所以迟迟没有注册,后来到华市参加,超级同学会,录制时,却自破多年前就已结婚了,低调程度连妈妈都不知道,直到问起为什么难。 有现在不用每三个月回日本一次,她才如实告知。 图片来源,中时电子报,镜周刊她还说,如今夫妻俩生活甜蜜安逸,两人决定搬离市区,原本预计要到日本海边买房,但一直没。 有看对眼的,最后好不容易,落脚在台东都懒,但那里的天气实在太热了,而且地处偏远,每一次出入都要麻烦老公开车,所以她为了方便,就帮不会骑脚踏车的自己买了一辆三轮车,开心再富。 静趴趴走啦。 图片来源,Lovie分享,虚。 新闻至于未来的计划,她表示还是会继续以叫日文为主,只是不想到补习班了,应该会改成线上教学方式,偶尔有通告的话,也方便呗。 上录影。 看到她卸下了一人光环,依旧过得如此精彩,粉丝们都替她感到高兴不已啊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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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